哈囉大家好我是滴滴 這支影片要講到3月20號韓版死神大改版的更新內容 由於內容非常多所以我挑重點幫大家說明 那關於死神的技能部分我會另外做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紹的 這邊看到死神的技能 新技能死亡烏鴉跟幽魂生物都是使用血蒙商店購買 其餘則是怪物掉落或者轉值取得 本次死神轉值需要花費3000賺 沒有免費轉值的選項 不能轉的技能有子祭幽魂之驅還有紅祭大屠殺安魂曲 本次更新新增英雄級變身卡戴安娜 她需要使用300萬變身幣才能製作 卡池非常豐富有恐懼抗性1%暴擊傷害加3減免加1 遠回加1模仿防禦力加5還有負重100 新增魔法娃娃卡強盜首領收割者就死神男跟死神女 其中強盜首領需要使用250萬娃娃幣才能製作 死神女跟死神男則是透過探索奧曼之塔來取得 他們的卡池也非常多有無視靜遠回加1 然後命中加2防禦1PVE減免加1經驗值2% 靜命加1還有HP加10 然後本次更新之後還會有安魂曲的雕像 你只要觸碰它就會獲得安魂曲的buff buff能力值是3小時HP加100MP加100傷害加1PVE減免傷害加1 還有經驗值3%的獎勵 這次的活動信物愛歐丁國王的寶箱 這個寶箱打開之後可以獲得一張TJ卷服食贖回 還有一個愛歐丁王國的信物 然後這個信物可以直接塞到活動收藏裡面 獲得死亡加3還有攻擊速度5%的獎勵 再來看一下本次的預增獎勵 愛歐丁國王的補給箱 還有愛歐丁國王的成長支援箱子 裡面的重點都是可以獲得一張新的娃娃卡死神女或死神男 但是你只能選擇其中一張 另外一張可能要請大家使用娃娃探索取得 本次更新新增9個聖物 分別是紫色的3個 紅色的4個 還有2個綠色的聖物 好後面我要講到新增獨特級魔法娃娃卡吉爾塔斯 他需要使用4張神話級娃娃卡即可合成 能力值也非常的逆天 有經驗值加50% 負重加5000 祝福消耗減少加35% 昏迷抗性加20% 恐懼抗性加15% 暈眩命中加30% 無視PVP減免加10% HP加5000 還有免疫沉默效果 並且有個專屬技能終極探測 覺醒後能力值也是全面提升 最後還多一個新的能力叫終極復仇 終極復仇就是針對輕便變身去對應的 他可以削減輕便終極屏障的閃避機率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終極探測這個技能 他是神話級技能 開啟的時候會有5%的機率發動吉爾塔斯的魔眼 啟動時候可以偵測到目標的HP MP 還有隱身跟分身狀態 他的取得方式為血蒙商店購買 需要花費1000萬的名譽幣 然後這個技能他下面有個彈數就是 今後可能會視情況調整技能的平衡 然後吉爾塔斯娃娃搭配4隻金龍娃 總共會有15個卡池能力值 在取得青蛙卡的同時會獲得獎勵 無限迴捲跟無限先後座藥理 並且會獲得另一個新的稱號叫做異界的大師 能力值是經驗值獎勵加10% 葉子消耗減免加10% 再來我們看到本次改版也是開放了4側硬幣的轉換活動 這次改版也開放了限時活動技能兌換 有180萬的弘技跟300萬兩次的子技 技能部分我們只看死神的部分 弘技可以選擇的是死亡鐮刀安魂曲 還有處決 再來子技第一個300萬可以選擇的是 紫暈還有幽魂之區 再來第二招子技可以選擇的是 死亡束縛安魂曲跟幽魂閃避安魂曲 再來本次更新還針對傳說級以上的娃娃做了平衡性的調整 首先第一個是神話級娃娃的經驗值成長從22%到35% 傳說級的成長則從原本的20%變到25% 再來是負重獎勵的部分 神話級娃娃從原本的2500變成3500 傳說級從原本的2000變成2400 最後是鷹海撒葉子消耗減免的部分 神話級是從原本的22%變成25% 傳說級則是從17%變到20% 再來我們看一下大師級副本的調整 第一個是愛歐丁城堡 第二個是支配塔 第三個是魔族之地 他的調整主要是針對掉落率做改進 難度提升之後掉落率也提升了 然後再來BOSS全部都新增了 他對應的紫色聖物卡 還有三色的英雄級神秘卡 接著因為要開放新年之塔四樓 所以原本的二三樓層掉落三樓卷的機率全部提高 最後我們要講到這次的更新 還針對物理防禦這個屬性 對於迴避率的加成更加的顯著了 但是這個效果不僅止於玩家 就連怪物也是如此 所以之後這個遊戲對於命中的需求 將會大幅度的提高 OK 以上就是本次的更新 這支影片獻給你們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影片再會囉 大家掰掰